國內大小型案不斷 其中詐欺的案件數量龐大 也造成了檢察官的工作 是負荷超載 為了要減緩基層壓力 所以法務部是放寬了辦案期限 管考 演繹了不起訴處分 定型化立稿等作為 有醫生檢察官是樂見其成 但也強調 監管會 還有數位部等單位 必須要強化加密貨幣 以及第三方支付等監管 來從源頭防堵詐騙 警方開車巡邏意外發現嫌犯 證明檢証前軍人 涉犯刑案被撤職 檢方傳荒未到 更被發布通緝 多多長長一陣子 這回返家過母親節 終究難逃法網 發現車手面交 休假遠景見狀 把人逮捕到案 國內大小型案不斷 尤其詐騙相關 成長速度驚人 檢察機關接手後 案件多到喘不過氣 面對檢察官工作負擔超載 法務部祭出改善措施 在不修法的前提下 法務部放寬 辦案期限管靠 像是一般偵查案件 從原來的八個月 延長成一年 重大刑案 從四個月 變成六個月 改革措施還包含 研議不起訴處分的 定型化立稿 改革在意制度 與被告涉犯 三年以下輕罪 得以職權決定 用遠距視訊解送 各部門 金管會 NCC 1585 他們就覺得自己很累 搞我屁事 你們檢察官去查就好了 前端的行政管理 更勝於後端的這種司法補救 中央一連串作為 基層的確樂見 有助減緩 工作負荷 但一審檢察官指出 這都是案件發生後 後端做的改善 檢察機關依舊涌入 源源不絕的詐欺案件 喊話相關行政單位 加強源頭監管 記者 陳冠雪張文甲 台北報導 記者